自古美人如名将 不许人渐渐白头 周海妹不幸离世之后 她的后世也有了最新消息 根据知情人的说法 周海妹的追悼会结束之后 她的骨灰将安葬在香港将军奥华人永远坟场 这里被山靠海 环境优美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估计也是考虑到了周海妹此前在香港的生活经历 周海妹祖上是广州的地方官 母亲则来自一个小岛渔村 童年诗气 因为父母工作忙碌 周海妹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而外婆家住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上 周海妹的整个童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周海妹对于大海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这里不仅有她的回忆 也有她太多精彩的人生 所以说把周海妹安葬在这里 也算落叶归根了吧 我觉得周海妹也应该很欣慰了 周海妹走了 但是70后和80后 心中经典的演员 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及标签 太多人经历了时代的变迁 默然回首 真的是有太多的感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